海藏没有呢 越来越小吃了 就是金蜂蜂蜂蜂 以前的七八万 现在十几万 大家最近打开新闻 是不是都会莫名的觉得压力山大呢 因为不是这个肉类涨价了 就是那个蔬菜 或者是其他食品起价了 再不然就是告诉我们 有钱都可能买不到 到底百物涨价 那会不会演变成百物缺货呢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巴沙走访看看 贵很多 猪肉 鸡肉更贵 菜也是贵 全部贵一般 给我们50块还可以买到肉 买到青菜 现在50块只是买到那些青菜罢了 肉都买不到了 那个杂货 乌鲁油增加 菜也是起一点 肉有些菜就可能没有了 因为有些东西太贵过头 我就选择不爱买 因为有时本钱来贵 但是我们卖不出了 贵了很多下 我看差不多40% 货型多时很多都是三几六十架 现在离货都是四架 差不多一半 好像金翁义那样 以前都是七八元 现在十几十元 贵了应该是100%这样 真的 因为从还没有过年 去年一直在起涨价 原本是过两年会有降价的 现在还是继续涨 你看六月了 还多没有呢 越难就越少了 那些鸡油不大呢 还是我们要出口卖业 一看我来改双 也差不多 我来就学习就三十八仙 那样啊 坦凡安抚说 市面上的货源虽然不足 但是还不至于会断货 所以消费者们不必太担心 只不过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涨价潮 还是会陆续涌来 尤其肉类 那对此消费者也只能无奈地说 那就少买少吃一些吧 我相信还会涨 因为他们说那池料会贵了 又很少人养啊 现在都是 越来越少了 货源了 是减起价的 因为云丝就外卷的嘛 目前没关系 新的田坊 其实供应商呢 其实都好像比少一点的那样 超责市场 又可能还要起多少少 多三两国钱 太贵了也是没有买这样 吃少一点这样 还会买 不过不会是说买很多了 好像平时磁场 每天是现在我们减了 一个星期是三四天 有些是吃输的啦 清淡的啦 看怎样去配啊 这波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我国一样也无可避免 就有副部长建议商家们 在这艰难时刻 应该再赚少一点 一起共欢难 不过大部分受访的摊贩都表示 他们卖的已经是良心价了 不能再压价 虽然大部分的消费者 还是希望可以再卖便宜一些 但是也有消费者认为 帮助人民是政府的责任 如果你捅我们这些小贩的 是不公平啦 因为我们拿的货源是来自大巴塞的嘛 你是不是应该由那里捅起 其实赚傻是不是问题的 不要亏本就好 不是就很难自取消 其实我们现在赚的利润已经是少了 我们本大利润少了 二十几口一只鸡 我们都赚到口零钱 如果你做个五位赚就不会赚 我们也不用吃了 赞同当然家家好一点嘛 大家都好嘛 不会赚傻一定有关的嘛 我也赞同 但是他们也要赚的嘛 政府应该要照顾人民嘛 只是嘴巴会讲就不去实行 我希望是便宜啦 但是你也要关心到卖东西啦 老板他们也是很辛苦 国内物价高涨这场应战 其实才刚刚打响第一炮 无论是政府商家还是民众 这是大家都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尤其对商家而言更是一条漫漫长路 不过都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慢慢去克服面对啦 其实我们也看不到前面的路啊 就升级了自然哦 努力点啦 入息多少啊 都说有时候看天 你生前就是顶硬的时候这样啦